HELLO 又去到YY一心二用的時間 今天想跟大家回到我堂上講的故事 我堂上講的時期跟我反應不錯 講甚麼呢? 講漢高祖南港包裝自己的故事 當時我舉了一條題目的時候講包裝 我當中舉例講到漢高祖劉邦 古代人因為讀書文字未開 經常這些神話故事包裝到自己是天命所貴 當中講的例子就是漢高祖劉邦 這個人的出生時其實沒甚麼疑惑 一個正常人的出生 但我講過了 史記裡面包裝或是他曾經自己包裝 當時他媽媽在大閘波裡淒息 上面有一條龍跟他媽媽相遇 即是交餘合 即是他的龍跟他媽媽性交 回到家時有個新人生了他 想講自己是龍的兒子 還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包括左鼓72粒蜜 左邊的大腿72粒蜜 還有其他故事的都是神話包裝自己的故事 關於漢高祖劉邦包裝的神話故事 在當時的年代當然都騙到不同人 但中古代來講 一向都是很多這種神話故事包裝自己是天命所貴 不只是一個 如果你今時今日 打回一些所謂的長遂 即是所謂這些不同的 可能是突然發現一些凤凰 道士說這個人是一個生命天子的故事 你會發現歷朝歷途相當之多 在外國歷史不知道多不多 但我想跟大家講一下 在宋朝時我們都已經有這些故事 還繼續流傳 剛才我講過漢高祖的故事 去到宋朝公元1000年左右的事 都仍是有這些故事不斷產生的 當時是宋太祖 宋太祖叫趙康人 大家可能聽過 他爸爸的時候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但就是技術 他爸爸和他媽媽去到一個地方 因為他爸爸當時入罪了一個家庭 當時他媽媽生了他 趙康人當時生的地方在洛陽的甲馬營 這個地方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技術 他出生的地方特別 為什麼呢 他出生的時候 當時 就說 滿室有異香 奇怪的香味 圍繞家屋三日 有些紅光是遍佈在整個屋裏面 紅色赤光 當時赤就是紅的意思 赤紅色的光圍繞住整個屋 最神奇的地方 他整身是金色會發光的 而且三日之後 這些金光才會消滅 很奇怪 當時的時候 因為這樣的狀態 就幫他改了名字 叫做香霞兒 大家沒聽錯 不是紅霞 也不是香內兒 是香霞兒 就說他家屋的時候 後來香足三日 身上的金光 三日之後才會昔滅 這個故事 當然 我們今時今日 大家讀過書都知道 皇帝拿來包裝自己 天命所歸 又說這些故事 後來我看宋朝的歷史 寄到宋太祖 趙康印 除了這件事 也有其他故事 我今天要拿出來跟大家說說 因為跟剛才 漢高祖劉邦 一樣有很多鬼怪 神意 所以有個真人 中菜 他外面有個田園 給他中菜 他自己發夢 發夢夢見什麼 他發現金色的黃籠 在吃的外面的 叫做窩具 窩具是種的菜 窩具是什麼 這個有些植物海上的常識 窩具如果是葉生 即是唐生菜 即是生菜 如果窩具不是說葉生 是說勁的 那就是窩筍 大家可能聽過窩筍 今天街市 打火鍋都有 大家最熟應該是唐生菜 因為唐生菜 是想跟西生菜分開的 所以我們改為唐生菜 這是葉生的菜 剛才我說的 是敬生的 叫做窩具 即是窩筍 當時他夢見 有隻金色的巨龍 在他外面的田外 吃光所有的窩筍 窩具 所以他夢醒來的 一夢醒 看出去外面 真的有個人 當時記住叫做偉丈夫 一個很偉大的丈夫 即偉大的男人 在外面 真的在吃他的窩具 他出來的時候 就說你這是什麼人 你為什麼在吃我的菜 這個人 就是最後送太祖趙康人 當時跟他說 他進來我喝杯茶 聊聊天 他覺得這個夢境 報夢給他 一定是有些玄機 而這個男人剛好在外面 在吃窩筍 這個男人莫非 就是一個金色的黃龍 以前龍的象徵 為何我今天講這個故事 就是看高祖劉邦 他說 他媽媽跟龍交合才有他 所以他覺得這個人似乎是 將來非富則貴 然後他跟他互相承諾 說了一句 很富貴就無望 意思就是 如果你看到富貴 千萬不要忘記 在吃的菜的人當然無所謂 因為那時是窮的 趙康人還在吃財 然後他答應他 說好 故事都特別 後來送太祖趙康人 真的登基做了皇帝 回來找這個真人 幫他建了一個神院 這就是故事 相傳宋朝的時候 一個人應天命的時候 可以掌握天下的故事 兩個故事中 其實我想說都是 中國古代人文字未開 透過包裝的神話故事 可以騙到人 第二個故事的時候 似乎還暗示了一件事 就是一個人說得出做得到 趙康人答應了他做得到 也可以側面說回這個真人 就是 你可以說他全好心嗎 也可以 幫一個人給他吃菜 吃鍋筍 最後是得好薄 這個故事也挺特別 但兩個都是牽涉中國古代的神話故事 之後再和大家有機會說說其他不同的神話傳說 好了 這集到這裡 拜拜